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我數學 如果我已經知道x小於y 我們這所有的問題都建立在以致x小於y 如果我已經知道x小於y了 那3分之x加y會不會小於3分之x加2y 會不會 如果你看上面這個例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縮小 對不對它乘3分之這個縮小 那3分之x加y有小於3分之x加2y 可以嗎 但是這題的答案是錯 那什麼情況下會讓它錯 什麼情況下 為什麼它是錯的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小於在量上面是講多少大小 其實它在數線上就在講左右 是不是3分之x加2y一定在3分之x加2y的左邊 那你發現它這裡縮小之後 是啊 那我說什麼情況下不是 不知道講到這裡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乘以3分之2是往0靠近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x加y除以2是負的 也就是x加y是負的 這個點如果它是負的 那當它乘3分之2的時候 它其實往右跑啦 對不對 那你就會發現 什麼時候它不成立 什麼時候它不成立 你當x加y小於010 不成立 可以嗎 想不成立 問你如果x有比y小 是不是3分之x加2y就會小於4分之x加3y 那這題的答案是 是 因為它符合分點公式 你只要x比y小 好 那3分之x加2y 我還在問一次 是左邊這一點還是右邊這一點 右邊這一點 因為它y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一定成立的 那4分之x加3y呢 它就是把這裡分4等份 所以是 這個一定會比它右邊 所以這個是一定成立的 再第五題 如果x比y小 是不是3分之x加2y就會小於4分之x加3y 那這題是最重要的一題 那很多人想說不符合分點公式 錯 那就錯啦 這題的答案是 對的 為什麼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看到它不符合分點公式 不是說馬上說它錯 而是要怎麼樣 去想我要怎麼調整它 它是從 符合分點公式的時候怎麼樣了 變成現在不符合的 所以如果我讓它符合分點公式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分子這個2跟3不好變動 所以我們去調分母 上面依然保持是3x加2y的時候呢 分母是5的話就符合分點公式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要怎麼樣讓它變成分母是4 給它一個分子約掉5 然後給它一個新的分母 所以乘上5分之4 就是這個 等於4分之3加2y OK 那知道這件事情又如何呢 所以我們根據分點公式我們知道 如果今天它要問的這兩個東西 分別是5分之3x加2y和5分之2x加3y 所以這個一定會比它小 因為它在分點公式上面比較靠近x的這一側 它在比較靠近y的那一側 到這裡沒有問題 那 然後我不等號兩側同乘4分之5 所以5分之3x加2y乘4分之5 就會變成是4分之3x加2y 右側5分之2x加3y乘4分之5 就會是4分之2x加3y 那因為不等號兩側同乘一個正數 不等號不會變 所以它依然成立 除了在這個 數理上推導 就我剛剛講你把它調整成符合分點公式 因為x小y這個一定小的 同乘正數不等號不變 除了這樣推導之外 我們也可以來數線上看一下 那如果我畫起來會是怎麼樣 是不是也能夠呈現它不會變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這個 x跟y 那我們前面看過它可能有負的會怎麼樣 距離0很遠會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來畫負的 我們現在來畫負的 然後也來畫距離0很遠 但是我們x跟y也不要距太遠 因為要畫四等份 你要畫五等份 所以我們的這個5分之3x加2y是這個喔 注意喔 它比較靠近x喔 然後5分之 5分之4x 然後我們剛剛講乘上這個4分之5 那它會往外跑 好險我外面還有空間 可以嗎 它會離0 離得更遠 所以這個 大致上啦 就是往外跑 所以它這裡如果切 4分的話 它再走一份出去 回到這裡 那你紅的這個 它本來就已經 比較短了嘛 所以它一樣成5分之5 它那個切4分走的那一份也會比較小 然後它自己又本身又比較左邊 你已經比較左邊了 你又走的比較小 所以它最後落腳的點 也一定會比這個咖啡線的更左邊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在束線上也驗證到 就是說 它依然會保持這個比這個右側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最後這個問題 如果x小於y 那是不是5分之3x加y 會小於5分之x加3y 然後會在x跟y之間呢 根據前面的討論 因為上一題是圈 那這題想說 我可以用怎麼樣 4分之3x加y 用4分之3x加y 乘上5分之4嘛 對不對 所以我因為x小於y 所以怎麼樣 4分之3x加y 一定會小於4分之x加3y 然後同乘5分之4 所以5分之3x加y 一定會小於5分之x加3y 到目前為止推論都是對的 可以嗎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 對嗎 錯 這題的答案是錯 那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我們剛剛的討論都沒有不對 而是怎麼樣 這裡是對的 可是他們不見得還會夾在x跟y之間 那我這個圖就不另外畫了 我們來看剛剛這個例子 就是說 你乘以4分之5往外跑 就離0離得更遠 還是你乘以這個 我們後面這個是乘上5分之4 是離0離得更近 都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乘了之後 右側的依然在右側 左側的依然在左側 可是怎麼樣 他們就有可能跑到原本x跟y的外面去 所以他依然會比他大 可是不見得會夾在x跟y之間 那透過這樣子的討論 讓我們了解到分點公式在數線上 它的相對關係 以及它如果不符合分點公式怎麼調整 為什麼特別會講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在後面高中的課程裡 比如說在向量的單元 你就會看到 向量也可以使用分點公式 那你如果有比如說這個 2x加3y 你可以透過討論把它變成 5分之2x加5分之3y的5倍 假如說是向量 然後他讓你帶來一些計算上的技巧 一些更更便利的思考的角度 所以把它調整到我們特別有用的比例 這件事情也是值得練習 所以我們在這裡練習一下 那一切都是希望你們對分點公式更熟悉 然後以至於我們可以用比較少的力氣去背它 甚至不用背它 或者說我們可以寫比較少的類題去 去讓它讓自己更熟悉 但是還是要寫 不能說完全不行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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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